近日,成都一家火锅店的招聘启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年薪80万招聘网络红人,要求女性天生励志能各善务,身材恶挪,并且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整过容,五婴不全,以及不能吃辣,不能喝酒等都将被拒绝,同时,2.3万元的月薪招聘,专门挑毛病的菜品师之官,还附带报销,贪清机票等众多福利。 4月2日,记者来到这家火锅店,这则招聘启事就放在火锅店门口,该火锅店负责人陈国庆表示,现在是网红经济时代,他希望网红流量能够变现,带来更多的收入,对于薪酬是否过高,陈国庆说,大家都会被高额的薪酬所吸引,但其实这份工作的门槛也很高。 两个岗位中,网红主要负责做直播,宣传营销火锅店,而菜品师之官负责试吃菜品,为火锅店升级菜品提供参考。 很多人觉得我们开出的薪酬高,但是我们对这个我们招聘者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你像不管是他的一些条件啊,包括他的影响力啊,还有他在吃这个行业或者餐饮的一个行业的影响力呢,都是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要求的。 重要的考核标准,那么就是他是否他的一个粉丝量,还有他是否能够自带流量,要天然的,不要这种整容脸。 对于这样的一份诱人的高薪工作,引起网友的广泛热议,也有一些网友质疑店家借高薪招聘进行炒作,并非真心招聘。 对于质疑,陈国庆表示,该火锅店所属的餐饮公司有1000多家店铺,有足够实力支付薪酬,并且签约的网络红人, 是为整个餐饮公司服务,并非只为一家火锅店。 招聘这个网络达人呢,并不是为我们一个餐饮店来代言,实际上是我们公司和他签约,我们公司在全国这样的一个餐饮店也有1000多家了, 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通过招聘进行去炒作,我们是公司呢,也有足够的一个实力去支付他这样的一个薪水。 记者随即在火锅店内进行了采访,一些市民对于能否胜任如此高薪的工作,表示自己信心和能力不足。 也有市民表示,高额的薪酬背后肯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容易就能拿到。 说实话,我做不下来,我能力也有限,肯定做不了。 其实说实话,这个诱惑力是多大,但是具体要做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么点,没有这么容易。 然后,需要的粉吃量肯定是需要很多的,知道吧? 记者了解到,这则招聘启示从3月29日发布至今,已经有100多人前来咨询了解,也有数十人参与面试,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完全符合要求的求职者。 陈国庆告诉记者,最终的录用者还将有一定的考核期,对于是否达到宣传效果还将进行评估。 目前来应聘的容量还是比较多,人问的咨询的可能差不多一两百人了。 但是真正能够达到我们要求的这种有灵气有影响力的网络还不多,但是有几个呢,我们也在看。 包括我们录取之后呢,我们会有一定的考核阶段,我们也是要考核一下它的一个粉丝量的一个真正能够能不能给我们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宣传效果。